杨娜 杨火 杨辉 这些带杨在的物品 您还记得吗 我一直有问题 我就觉得就是 你们那个年代人 就起名吧 就是非常没有创意 郑华老师现场分享童年糗事 您是否和他有同样的经历 长完以后 他不但长叶 还长味 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健康饮食 服从口入 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王振华 首先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中医养生营养师铁峰老师 正好老师你好 铁峰老师好 铁峰 临床医学毕业 中医养生营养师 国家一级播音员 主持健康服务节目28年 同时欢迎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 今天节目开始之前 我得替观众朋友们求您个事 又到我这儿了 其实这几天也一直都在问 对 就是咱们那个益生军有消息了吗 昨天您是跟我说是还得再等等 我能等 我能等 这有些观众朋友们等不了了 就自己上药房去看去了 结果到药房一看 挑花眼了 林郎满目五花八门呢 也分不出哪个好 哪个坏 所以大家还是想让您给帮帮忙 真是这样 真是这样 这个大家伙着急这个事我信 大家伙挑花眼这事我也信 但是我说的话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 你说这看了吗 因为这个事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 我打个电话这事就成了 不是那样的 它是有过程的 大家一定要再等一等 我再找 我没闲着 我也在看 但我考虑的问题很多 对不对 目前为止没有那么何心意的 有没有 有 但没有百分之百何心意 没有那么完美的 所以大家再等一等 持续关注节目 反正咱们节目也有意思 你就看呗 有消息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通知大家 行吗 张博老师 行 那咱们今天聊点什么呢 起个头 起个头 我给大家起个头 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个食材 这个食材在营养界名气大大 大有来头 大有来头 为什么那么说呢 因为它好处多 我随便说两条 大家都能感兴趣 比如说能软化血管 行不啊 行 行 第二 杀菌硝烟 哎呀 什么宝贝啊 是 这提供老师说完 我觉得这好东西啊 嗯 是不是 你看 咱就不说别的啊 咱就说软化血管 这一点 我就觉得这东西得多吃 当然 是不是 嗯 什么东西啊 所以是啥 这还 是不是 还不知道呢 就我发现包装太重要了 是吧 什么东西也好 这事就分怎么说 啊 你一旦说到它心眼里去 这东西马上就 是啊 就好啊 嗯 嗯 哎 其实这个东西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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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上市场买菜的时候都买过 哦 市场就有啊 对呀 都买过 都买过 你给我弄得这么神秘 我还可以多蛮难买 而且多数情况下 它还是以配菜的形式出现的 什么呀 就是洋葱 我也是以为什么玩意儿 洋葱呗 是不是 那确实是挺常见 而且吧 对于洋葱而言 就我一直有问题 我就觉得就是 你们那个年代人 就起名吧 就是非常没有创意 为啥呀 怎么讲 你看啊 我给你们总结过啊 西红柿番茄 那时候叫羊柿子 对叫羊柿子 是不是 就现在整个洋葱 就是都带个羊字 从那提出一个问题 就不难看出 嫩哪 不熟 这名是我们起的 这个可以说是时代造成的 当年就在我们小的时候 那个年代物资短缺 很多生活用品啊 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 国外来的 什么东西都依赖于进口 所以当年很多人就习惯了 把很多进口这博来品的东西 前面都加一个羊字 对 因为这国外来的嘛 河洋过海的 你说今天说的这个洋葱 洋柿子 你知道腊当年叫什么 这啥 羊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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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我说哪有打火机啊 你以为现在呢 那个时候都用火柴 这用火柴 知道吗 就叫羊活 羊活 用羊活点羊辣 对 没有羊辣就点那个羊油灯 对 羊油就是没有 对啊 确实是那个时候就 凡事都加个羊 对 羊铁皮 羊油 哎 羊奶 羊奶 羊酒都不用说你知道 羊奶就是牛奶羊奶嘛 那是 加三点水呢 那叫羊 哎 那不知道了 但是羊酒我知道 那个人头马面 哎呦 虽然没喝过 那都见过 羊奶真不知道 要我说莫凡啊 你就属于那种 听三不听四的人 刚才铁红老师说 这个羊奶啊 不是这个羊香 很大的奶 对 是吧 那是啥 奶粉 哎 奶粉 对 哎 都马来的时候 当年我说的羊酒 不是指这些 哦 那时候哪见过这个玩意呢 就是骰酒 哎 就用水果 啊 涅出的酒 骰酒 饭纸带骰的酒 什么葡萄酒 对 统统叫羊酒 啊 嗯 那咱就发音 骰酒 骰酒 哎 很重要 对 那一个人也要莫凡念 就念色酒 所以他一直在那么笑嘛 他觉得有问题 我就说了啊 请长知识 就是一下学那么多 就没听过的词 老多这种事呢 是 其实这些事啊 对莫凡来说 都觉得挺新鲜的 没听说过 但是对我们三个人来说 绝对都是童年的回忆啊 说远了啊 从哪里说起来的 洋葱 从洋葱说起来的啊 我跟你讲 再要说下去 咱们就要出洋相了 对不对 说洋葱 说洋葱 哎呀洋葱好东西啊 但是咱们小的时候吃洋葱 可不容易啊 那是 你还别说 你要不提醒我都忘了 要说这个洋葱吧 我的小时候 白菜 萝卜 土豆 对 洋葱 非常非常少见 嗯嗯 那那年代 粮是分粗粮细粮嘛 是啊 洋葱属于细菜 菜也不是粗菜细菜 咱们那个时候吃的吧 都是大葱 知道吧 对 就那种大葱 洋葱也有啊 但是得什么时候呢 过年的时候 对 年过节 来客人呢 是不是家里 你弄了洋葱 做点这个 用这个洋葱 炒点鸡蛋 嗯 那都得逢年过节 来客人啊 平时吃不到 对 像刚才 张华老师说 这是细菜 细菜 带且儿用的 对 来客人 这个方言 带且儿 带客用的 嗯 我跟你说 你这事儿 我还做过一件 非常有意思的事儿 我到今天我都没忘了 怎么样 就是我小时候啊 去那个同学家串门 嗯 和他家有画盆 嗯 里边有洋葱 啊 然后用水泡着啊 长得那小绿叶啊 挺好 我也 我看这挺好 爸 我回家我也弄画盆 弄洋葱栽领 搁点水 他也长 也长 长完以后啊 他不但长叶 还长温人 去做 弄里还长三个人 啊 最后我爸 那个时候 体伐孩子不算心事儿 那对 上来俩大伯流子 他一脚 轻的 轻的 我就上同学家去了 我说我说你家这个洋葱怎么养 这个 说我家这为啥有味儿 他说你谁家养洋葱啊 我说你那不是洋葱 他说你看明白 我那是水仙 我一开始 我不大爱吃洋葱 从什么时候开始主动吃洋葱 学营养学 有意识地开始知道这是好东西 而且呢 这个我们教育营养学 其中有一门课的老师啊 他是那个西北的人 他给我们讲个故事 甘肃的 他是甘肃的 他给我们讲完这故事之后 我们对洋葱就有个非常深的印象 完全改观 这样啊 那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刚才我们的讨论是否引起了您童年的记忆呢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讨论 现在就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微信 这个故事咱先别着急听 让我们稍作休息 稍后更精彩 铁峰老师现场回忆往事 讲述邻里之间的营养故事 这种场景大家都能想出来吧 是啊 这是很大的一个事 对 现场众人赞不绝口 洋葱到底有何高明之处 看看这个洋葱真是好东西啊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没记住或者没听懂的地方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微信 在微信当中提问 就会得到解答 老铁 刚才你的故事 可以讲了 那到底是个什么故事 就是啊 他说啊 当时他住的那个村里啊 有这么一户人家 那也是挺多年以前嘛 就是刚刚开始好的时候 但大家还都很穷 这户人家呢 就是要相亲 给人家相亲 相中了隔壁村的一个姑娘 很正常嘛 相亲相中了 相中了就得提亲了 对吧 提亲你能空手去吗 那不是吧 必须得拿点东西啊 对 但是那个时候 西北大家就想 也挺穷嘛 对 也很穷的 那个时候 就物质也很匮乏 怎么办呢 找吧 翻箱倒柜找 家里有啥 什么东西能换钱 什么东西能拿得出手 啥也没有 家里有那么一车洋葱 这洋葱啊 是全年的收入 卖钱的 换钱的 这就换钱 钱才能买别的东西嘛 但是相亲破代眉睫啊 怎么办呢 家里的老头啊 就做主拿这洋葱提亲 老太太并不知道 然后呢 真就弄个班车 把这些洋葱 拉到姑娘家去 结果人家 用现代话说 一点没灌毛围 你玩去 反正嘛 他这个事 当时是让人家 给撵回来 撵回来之后 老伴不知道吗 这回黄了 婚事黄了 知道了 老伴不干了 就开始啊 埋怨老头 这种场景 大家都能想出来吧 是啊 这是很大的一个事 对 这俩人开始 呛呛呛呛呛呛 声就越来越大 越吵越大 打到什么 街坊邻居听见 邻居听见 就过来劝 这一劝 是的 为什么呢 我话讲 家丑不可外扬 对 对不对 他也知道 这事办得窝囊 你先好 把邻居都找 这样好大家都知道 脸上挂不住 家里有个稿 就轮起来 不是砸砸鞋 把那点洋葱给跑 哎呀 这也是伤心了 发邪火 哎呀 真是 我们那个老师就劝他 说你现在啊 这个心情非常不好 以后要控制点火 你现在这状态 要是再发一回这样的火 你恐怕就要出事了 这个人一定是有高血压基础的 而且是恶性高血压 在一个外界因素激发的情况下 这次过来 给他一次击 如果没刺击 脑筑鞋怎么办 那就过不来了 我们老师当时讲的是这个过程 但是后来我们老师 我们是学营养学的 我们老师说 在那个年代 用什么来对这样的人群进行调治 你光劝他行吗 我们老师说 你家里这洋葱可不能砸呀 这是好东西 能换钱换钱 不能换钱 好好用能治你的病 哎呀 你看看 我为啥强调这一点 营养学老师 他经历过这些事情 他才能说出这个理来 他能够用在生活当中 而且就这老头 还确实就按照我们老师 说的这话 还真就再没犯过病 哎呦 这个了不起 就是 然后我们老师在课堂上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 我们这些学生 才开始有一部分人 有意识地坚持主动 吃洋葱 看看这个洋葱 真是好东西 铁夫老师 你也就别卖关子了 嗯 那你就说吧 这洋葱到底怎么吃 对 你教这我们 我老师当年教这老头 怎么吃洋葱 还能炒鸡蛋炒牛肉吗 那不得 就是这样烤个蒜 啥子盐吗 不能 拿西岚烤剑 没有 就拿醋泡 嗯 啊 醋西岚烤剑 对呀 醋哪都有 西北醋可是有的是吧 对对对 对不对 对对 拿醋泡洋葱 啊 重点不在于怎么做 嗯 而是这个洋葱拿醋泡完了之后必须生着吃 对有些人来讲是一个挑战啊 嗯 那不是谁都能吃下去的 嗯 人家老头就吃下去了 嗯 洋葱生吃营养价值非常丰富 嗯 尤其是西北 嗯 富含西 嗯 西 嗯 还有什么呢 胡皮素 嗯嗯 嗯 西呢 是抗氧化剂 嗯 它能够刺激人体的免疫反应 嗯 就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分裂和生长 嗯 同时它能够降低致癌物的毒性 哦 而且洋葱富含一种物质叫前列素A 哦 这个东西能扩血管 能降低血液黏度 甚至还能止疼 嗯 哎 它还会能够产生能够那种降低血压 增加冠状动脉血流 预防血栓形成的物质 哦 真是好东西啊 哦 我分析当年我那老师 嗯 教他也是因为条件限制 嗯 对 实在没有别的东西 是 是啥吃的 洋葱现成的葱现成的 嗯 所以说我现在吃洋葱花样那比那多多了 嗯 哦 我吃洋葱吃的最多是什么呢 嗯 就是炒牛肉 嗯 现在炒牛肉 洋葱炒牛肉 对呀 那里边的洋葱我一定要挑干净都吃了 嗯 是啊 那你看 像你刚才说啊 这个洋葱炒这个牛肉 那洋葱它也炒熟了 它也不是生的呀 对啊 它炒熟了 对呀 好像是这么个事啊 是不是啊 但你觉得我能犯这样错误吗 这不能是吧 对啊 我能给你这道道吗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以为你犯着了 这个事咱们早就有办法 哦 哎 咱有绝招 哦 这样 这个事咱们呢一起到第二现场啊 嗯 咱们把这道菜完整地呈现给大家 大家好 我是可欣 今天呢为您带来的这道菜叫做黑胡椒牛柳 它的主要用料呢就是牛柳 然后呢我们配一些原葱和彩椒就可以了 针对不同的肉啊 切法不一样 有句口诀 逆切牛羊顺切猪 嗯 切牛肉的时候 要把肉的纹理啊 横向给它切断 这样呢 口感好不柴 才能咬动 好 我们将切好的牛柳啊 进行腌制 加入鸡精 料酒 白胡椒粉 老抽 精盐 加入少许的水 抓拌 加入老抽的目的呢 就是让这个牛肉啊 上色 好 抓拌均匀以后 我们加入适量的用水泡发好的湿的生粉 加入生粉的目的呢 会使牛肉啊更加的嫩滑 拌匀以后呢 我们加入少量的撒拉油 避免表面风干 好 牛肉我们就处理完了 彩椒切成条状 这切洋葱啊 切完了之后 要把这个洋葱 敷在盘子底儿 把炒好的牛肉 敷在上面 这样一来呢 洋葱会借着牛肉的汤汁 这个味道 吃起来就更有滋味了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开火了 热锅冷油 这样可以避免牛柳粘锅 油温三成热的时候呢 我们下入牛柳 在油中滑散滑透 牛柳完全变色了以后呢 我们将配料下入到油锅当中 好 我们将主料辅料捞出 好 我们重新点火 加入少许底油 倒入黑胡椒汁 黑胡椒碎 加入一点老抽 少许的白糖 一点料酒 因为这个黑胡椒汁里面呢 它是有口味的 所以呢 我们不需要过多的调味 这个时候我们下入牛柳 翻炒均匀 好 关火装盘 今天的这道黑胡椒牛柳 就为您制作完成了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刚才教大家的这道菜 您学会了吧 如果没记住的话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微信 在微信里您可以反复观看 铁方老师 这有位微友叫梨花亚海棠 他说了 那个不知道医生菌的事怎么样了 他来自己也在找 然后听您说呀 帮大家伙找呢 他就放心了 就等您消息了 您找的可能是最好的 最实惠的 再有 昨天说那菊花枕呢 他说觉得不错 为什么呢 他觉得好呗 说的 他一上午就把枕头给做出来了 五岁的时候 说一枕着这个枕头啊 那菊花的香味淡淡的 一会儿就睡着了 说这方法真好 说这个菊花枕呢 有没有啥注意事项没有啊 使用的时候我讲过 那个菊花啊 你得好一下 别着急用是吧 对 你别着急用 不然长虫子 然后 咱也不知道它那菊花哪来的 因为现在有一些菊花 确实是治好的 不用晒 估计是买的 是吧 如果是这样那就不用了 反正就是关注一条 这个菊花 它的有效的使用期 也就十几天 超过这个范围 味儿就没有了 味儿没有了 就没有用了 然后别忘了 忘了再生虫子 就不好了 这是一个事 然后 如果想获得更好的 这个安存的效果 里边可能会加一些别的东西 比如说我用这个绝民籽 对吧 关于益生君的事 这老伙计虽然提了 也说了放心 但我依然感觉到了压力 所以还是这话 大家别着急 需要时间 这个时间给我越充分 我把这个事办得不就越漂亮吗 对吧 你说大家都这么急 我要也盲三伙四的 要是没办好 大家将来会怪我的 对不对 所以别催 你越催我越着急 着急会乱的镇降 来 咱们下一步 微有退一步说了 提风老师 你给的方法太好了 我跟前几天 那个附近的朋友 一样一天四五回 主食就是吃馒头 粥卧汤什么的都不敢吃 你跟他说 吃小米山药粥 还要在里面加点益生菌 我呢当天就弄上了 您还别说 这小米山药粥一下肚 就感觉这肚子热乎乎的 可舒服了 这才吃了几天 这肠胃呀就好多了 只要是不太凉的 我吃了啥都没事 提风老师 真的是谢谢您了 哎呀 就是这个益生菌嘛 有点贵 就按照您说那个标准啊 这个都不常见 我用的这个 就是孩子之前 在网上买的三百多块钱一盒 哎呀就给您提问题了 还得让您给好好想办吧 都说好益生菌 什么叫好益生菌 记住 最少都是五千亿起步 不能低于五千亿 然后均种 最少最少得六种以上 低于六种不够 效果不会很明显 这个益生菌 这个益生菌达到这个标准之后 它的使用效果才好 这是需要什么 需要技术实力的 没有技术实力的企业 你花多少钱 你都做不出这个东西来 为什么 包埋技术 益生菌一定要活着 进入我们的肠道才有效 但是要想达到我说这样的 包埋技术好 活性高 菌竹又多 它价格它就是下不来的 对对对对 我为大家选一生菌 为什么这么费劲 因为我要求这三个好 都得同时存在 然后价格还得好 你说多难 全得好 对吧 我这位微友叫长城之下 说自己今天七十二了 胃杖 想打嗝打不出来 想排气也排不出来 好几天了 本来就瘦 这一天呢 没吃饭又瘦四斤 大便也不好 基本是三四天排一回 还费劲 哪回都得蹲个半个小时 才能出来 听您说这益生菌这事了 对肠胃好 还管便秘 他问问他吃行不行 益生菌完全可以用 还有益生菌能够调整胃肠道 这不用我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 至于你眼前的事 我说的那个山药小米粥 你是可以用的 然后山药呢 买淮山 淮山呢 老百姓说叫铁棍山药 对吧 买淮山 步行上药房去买 药房那山药确实好 然后跟小米一起煮粥和 我这一看呢 现在追问这个益生菌 这问题的朋友啊 太多了 实在是有点念不过来了 我念了 可能再念我很焦急 你再念我就该焦虑了 你影响你的心情呢 这个事大家不要急 你急我也急 我一急就容易出错 出错